大家好,我是阿克班,您在关注一下目前SE的博士 作曲佣兵祭司机球手 机球手一般 打博士呢,不要觉得好像博士对吧,不怕控制 但是我是见过好几次机球手有不错的操作的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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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想动手机球手 这佣兵其实还不难抓,这机球手不好说 真不好说,玩得厉害的,主要这个机球手是非能双弹 玩得厉害的机球手,真好厉害 他那个 刷机会点很强大 你一刀灰空了,反手一棍子就给你上了 来看一下,这里 当然这边,哎,预判球没有中 一个从刺到脸上,这边的话往回走 起爆发,蓄力刀,飞轮躲 哎,这 传送直接上二楼,好,这边 一个从刺,起你一刀 哎呀,这 那不能就结束了吧 感觉这节奏好好啊 我这,击倒一个旁边还有一个,传送上去 把他给,飞轮,好,这边再破板,机球手那边交自己 倒死脚,倒死脚,倒死脚好了,这边的话描一眼,机球手 连大洞 这手大洞倒是蛮关键的,这手大洞让博士这边很难去,很难再去针对这个机球手了 要针对吗 这个机球手这里,而且他这边的话,博士的一个选择很重要 他选择的点是来 祭司这边 来祭司这边的话呢 他就一定能,因为机球手不可能穿动回去嘛 穿动回去,卡,当你躺地上就二倒了 对吧 他这边选择过来,他这样子就一定能追到这个机球手 因为机球手里边连了大洞就一定会过来 好,一颗球,来我们来看一下,机球手手里有飞轮 我是相信机球手有操作空间的 飞轮 当然这波的话被蓄力刀给压住了 好,再回头去找这边的作曲家 密码就我们来算一下 现在博士这边传送CD马上好了 等于说他这里待会机球手交自己 或者被对我摸起来以后 真的没摸起来 首先你要先要消耗一个人过来 同时呢,我这边传送CD也好了 待会传送上去把你抬了也行 这边来找看到足迹了 一个冲动蓄力刀 好的,二倒作曲家 这把的话确实是前期节奏起的有点顺 这边的话没有人摸这个机球手 不着急,不着急 傭兵就在旁边 但是你不着急归不着急 这傭兵突然发现,哇,他来了 在外面两个人都是交自己的 傭兵这边互必反跳 祭司得过来吧 这两兄弟都没有自己啊 强行 一个重击,啥都没打到 一个冲刺,这边机球手有爆发 应该这是球人的最后一波机会了 但这波机会的话呢 因为机球手手里面没有飞轮 他可操作的空间就很小了 就你有飞轮 你是可以通过飞轮躲掉关键刀 然后再回身打球的 没有飞轮的话呢 只能靠就这边的预判 只能靠预判 因为博士这边是他有一个那个蓄力刀 涌动状态的嘛,对吧 一刀好的倒地一个 不愧是SE博士 这把打的求生者这边有一点 还不了手 当然也是没看到机球手的一个 强牵制 但我之前是有见过的 之前是有见过的 所以说在我印象当中留下的就是 机球手打博士 右操作空间飞轮 这一波 能拖 但是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该交的全交完了 该交的全交完了 连窗都给你封了 所有后路全部给你断掉 你啥都没有了 来一个虚力 冲动刀带走 中场直接吃传送 传送落地 完成击倒 好,游戏结束 打的确实干净利落 一个中击 下次我们观战的时候 多以穷者为视角来看 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 大家就是看上去感觉 那不是操作 也是这样 但你从穷者视角来看 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晰的感受到什么 就是完全操作不动 当他们的技能准 他们的一个技能的释放的角度 压制到你之后 你会发现 你怎么操作 都是没有用的 你的机会完全来取决于对手的一个技能 够不够准 来给不给你机会 如果不给 那不好意思 只能下把再努力 特别是像这种前期 比如说开局 比较大劣势的 就这把主要开局比较难受 接手倒地了以后 这边坐雨下同时也被带走了 窗锋了 祭司手里面三个洞 这边有重击吗 刀把洞打掉 那边用兵教自己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收尾呢 我们就不再看下去了 因为这个密码机是肯定学不完的 对吧 这个密码机差太多了 不太可能出现跑 跑一个可能有 但估计不会 不是不会给我们就不收尾了 改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